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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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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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willen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客人之所以找上门吃羊 正是看中了这里的生态 意识到生态可以带来财富的老李 马上行动 没有宣传 没有推广 只是靠着自己操场养的 四十多只羊 十几头牛 2007年7、8、9月份 青海湖和金银滩最美的季节 老李就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团是传在京的传开的 就一年下来可能就赚了三万到四万块钱 从年收入两千元 一下子跃升到了年收入四万元 正是良好的生态环境 为老李带来了品质优良的食材 可怎么把羊肉的美味凸显出来呢 老李他有自己的门道 哇 搞全羊 我需要一个问题 烤全羊我一般见的都是 直接把羊肉裸露在外面 拿火这样烤嘛 你这样包起来能烤得住吗 我们这样包起来比较威丧 我们的这个烤全羊用火不烤 不用火烤 不用用火烤 那是怎么烤啊 我们是用这种炉子 这种炉子 我背后是炉子呀 这种炉子 这个 这种炉子用火烧起来 烧热以后用炉糖的温度 把它焖黄 焖熟 我明白了 就跟我们北京那个焖炉烤鸭一样 对对对 这锡纸包裹起来的烤全羊 是老李穆加勒的一道招牌大菜 这锡纸包裹起来的烤全羊 你已经把炉糖全部烧热了 烧热 看不到火 看不到火 但是非常热 还没等我们看清炉糖里的情况 老李就已经开始忙着风口了 把锡纸弄 把锡纸弄 你看 好热 空气口也盖住了 对 快 你搬开 分秒比真火感觉 对 是不是你怕的热气跑掉 热气跑掉 对 不好了 就这样 就这样 就好了 好 两个小时以后 好 三十多斤的羊 完整地吊挂在自制的焖炉里 这种烤法实在少净 在它那个弄全羊的时候 是上下都忙活的 你知道吗 上面也在糊泥吧 你底下在做什么 你告诉我 底下我们是把这个浸风口给堵住 防止把它那个炉内的温度从这个进风口 对 炒掉了 流散了 对 那等于就是把它整个去弄成一个密闭的空间 对 完全密闭的一个空间 然后把 用炉内的温度把这个羊给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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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全人看不到羊的烤制过程 这烤出来的烤全羊会是什么样子 面对漫长的等待 我们听从老李的建议 去附近的村子转转 我刚刚到这儿还打算欣赏美景的事 我已经打听到了一条消息 说他们村里有一家人家正在办喜事 我得去掺和掺和 凑个热闹 走吧 在哈勒井蒙古族乡的乌兰哈达村 我们幸运地碰上了当地的才和李大哥和人毛大姐家办喜事 据说他们也有自己的致富法宝 你好 恭喜恭喜 我听说你们家有喜事 你好 你好 谢谢 欢迎 你们家什么喜事 今天我们的小孙子 今天有过这个踢毛头 踢毛头 踢毛头是什么意思 踢毛头就是你们孩子的话叫踢太毛 那我明白了 踢太毛一个活动 让这个亲戚朋友来以后 很多客人就来举行一个小小的宴会 讲究 踢毛头是青海蒙古族独有的民俗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族人都会在孩子三岁的时候 为他举行剪发仪式 以此表示孩子已经进入健康成长时期 在他们看来 剪毛头仪式是与结婚同样隆重的仪式 每到这一天亲朋好友都会专程来祝贺 坐坐坐 这个座有没有讲究 你客人是中间 一般是大人长辈子在上面 坐楼以后 就是对着门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尊贵的客人 看我给卡了好位置了 不好意思 那个是小宝宝吧 小宝宝 好可爱 我看刚才好多人为什么会把马呀羊的脖子上都系上好了 像我这样 这什么意思呀 亲戚朋友给小孙子孙的羊 马 这个有各种礼物 然后就是表示祝贺 来参加剪毛头的亲朋好友 都会为小宝宝准备一份礼物 主要是羊羔 牛犊 马军等 这些礼物将是孩子的第一笔财产 一直伴随他结婚成家 所以剪发仪式对蒙古族孩子来说 就是他们人生的起点 这个仪式真的是我觉得还挺神圣专严的 我刚才没敢打算 我不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 最后咱们一起呼喊的又是什么 就让成了就像那样的开花吧 等于是一个 他整个这个过程是在做什么呢 宋慈就是祝小孩 长眠百岁 吉祥的话一般是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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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少不了宋慈 他是文古族历史悠久别具一格的民族文学形式 那这个仪式就算完了吗 这样子 没有没有没有 现在长辈再进行教 每个人都要教一下 每个人都要教一下 那小孩的发型不坏了吗 他不是完了以后 最后全部剃完了 剃完了再发型长得比较好一点 浓一点浓一点 我知道我理解了 其实他对于小朋友的发型来说不重要 是每个人的这一剪子的祝福最重要 是不是 听财和李大哥介绍 最传统的剪毛头仪式里 剪发的顺序 方法和时间等等 都非常讲究 现在已经剪化很多 但大家对孩子的祝福并没有改变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长命百岁哦 小朋友 好喜欢你 怕伤到他 好乖 不管是蒙语还是汉语 祝福宝宝健康快乐的成长 是大家共同的心声 剪发完毕 还有丰盛的宴席为大家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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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他唱的 他到底唱的是什么 他是歌颂这个蒙古报 从这个圈子 这个杆子 这个围子 他说这个围子用金鞭子包的 是用什么什么材料支撑的 是什么什么歌颂的 家里的这些生活允许都歌颂这些 他都歌颂了 那我觉得我理解对了 他其实唱的是家 蒙古包就是咱们的家 对不对 他其实是唱的家 怪不得我听得感动了呢 宴席上的歌曲 竟然是歌颂家乡的一草一木 歌颂广袤的草原 优美的环境 歌颂他们所能享有的幸福生活 我们吃着 谢谢 qualche 我们亲爱的羊肉 羊肉 羊肉 没有上味 这是高原的生态 没有什么污染 很香 很香 良好的生态 赋予了当地人最好的食材 把整阳按关节卸开 只是放在清水中煮制 都会非常鲜美 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真的吃美了 而且我特别喜欢 他这种打扮你知道吗 特像一将军 随着大家的聚集 一场民族服装展览 仿佛在眼前上演 真的刚才里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好看 站起来我才发现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帅 又漂亮 女孩子漂亮 男孩子帅 咱们战争一排吧 给我们看看 看看看 耶 都不一样 为什么都不一样 它是各种款式 各种款式各种样子 每个人男女不一样 老少不一样 这岁数不一样 都是不一样的颜色 都是不一样的款式 美女吧 前面来 咱们再看看 姑娘给呢 这是姑娘服 这是姑娘服 会有区别吗 出嫁和未出嫁 姑娘不穿这个 姑娘不能穿这个 外面的这个是吧 这个鸡红合成 这都是你做的是吧 是的 你手真巧 让人目不暇接 眼花缭乱的民族服饰 正是任毛大姐的身材之道 她是海北藏族自治州 唯一一个靠着这种原生态的民族特色 走上致富之路的人 眼花大姐你在弄什么 做这个盘袖 没听懂是什么 盘袖 盘这份的盘袖 盘袖 那等于是这个 是全部是绣上去的是吗 绣上去的 盘袖 盘袖 圈一圈盘上去 这样盘上去的是吧 这绣这一个需要多长时间 三天左右吧 三天左右这样一个 然后用的呢 这个 它是干嘛用的 这是便套就这么做 这个便子的套子 这样的 这是便子装到这里边是吧 装到这里边 然后进去扣上这样 真讲究 它把便子保护起来 对 是吧 那这样一个便套得多少钱呀 这个便套 是单卖的吗 还是配着衣服的 配着衣服的 配着衣服的 那如果配着衣服一套 那要给多少钱呀 配着衣服四五千块钱吧 四五千块钱 这么说吧 你做的最贵的衣服 有多少钱 最贵的衣服 八九千块钱 八九千块钱 如今 人毛大姐挖掘保存 和创新发展的民族服饰 达到四十多种 作为蒙古族特色文化的代表 它的产品已经走出青海 卖到北京 山东 浙江 湖北等 一年六七百套服饰产品的销售 为它带来二十万元的收入 人毛大姐靠服饰生财 鲤鱼帮靠美食制服 此时 焖烤两个小时的烤全羊 已经到了要出炉的时候 得把宝贝 这把插开就行了 插开完 盖子要插开了 好香啊 烤全羊 哎呀 枝叶都流出来了 铺鼻的香味让我们迫不及待 想要一睹这独具特色的 焖炉烤全羊的真容 已经焦黄了 黄的黄的 来 好嘞 挺嫩的 对对 关键它 你这种烤法比一般的那种烤全羊要好 因为其他的烤全羊它是那种 皮上是很焦 里面呢可能是有一些感觉 是吧 但你这个整个的就是嫩嫩的 而且感觉非常多汁的样子 你看看 那香味已经 挺嫩的 好好好 虽然已经狂咽口水 但寒冬却无缘一饱烤福 因为这一千八百元一只的烤全羊 早早已被远道而来的客人预定 皮下的太肥了 你刚刚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他说太肥了 他说太肥了 你还吃得这么带劲 你说你是美食家 你得帮他们 你看他会不会吃 你得帮他们 专门谢烈条事 他在现 味道很入味 那边 入透了 好吃这个 它这个外焦鱼呢 口感很新鲜 烤全羊的吃法 其实非常讲究 要从几倍吃起 然后客人可以按照 有表级理 鲜肉后骨的顺序 尽情享用 除了烤全羊 在老李这里 羊肉包子 煮羊肉 羊肠 血肠 面肠 应有尽有 说老李把羊做到物尽其用 一点也不夸张 我都是绿色食品 都是草原上绿色食品 谁都要来了就 羊给我三个 谁来了就 抢着药物 难怪老李如此得意 联好的生态 在它这里变成了真金白银 其实广袤草原 带给它的并不只有鲜美的羊肉 这不老李执意带我们逛逛它的草场 你看看我们草原美吧 美 美极了 各种花你看 颜色都好看 黄 红 绿 啥颜色都有 对 你看 美丽的金银摊 就是共鸣就共鸣到这里 你们这生活真好 就这种感觉 难怪会有很多人 到你这来过这个穆加勒 对不对 我们发羊的一天赶着羊 在草地里 羊边吃草 在草原上就坐着 坐着吧 享受着就这个 空气多新鲜 享受草原的同时 我们居然还能不经意地 发现许多熟悉的面孔 我这是这个 这个是戳钳子 戳钳子 对吧 是一种药 这也是一种药 蒲公英 蒲公英 我们草原是宝贝多的 宝得多 多的 这是胡萝卜 不是 这是我们草原上一种野生 人生果的叶子 真的 我吃过那个 就是那个 它是结在这上面吗 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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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像土豆一样的那种生长 是吗 对对对 球状根 现在能挖出来吗 现在挖出来 底下没单单了 已经出叶子了 比了 这野生的还是你种的 野生的 野生的 这么多啊 我以为是你种的 密密麻烦的 是 草原上多的 野生的 真的我是觉得 有的需要走进去 你可能平时 我们真的就觉得 它是个牧草 那你看 你看 你看 你看这样 底下看 全部都是苦菜 草原上宝贝多的 都是宝贝 都是天然的 绿色的 你看看多好 刻意又还出来 挖着进去 就可以上座 一路走来 寒冬各种赞叹 老李满是自豪 我们随处可见 随手可及的野菜 都是他农家乐里 广受欢迎的食材 而更让我们意外的是 除了保护原有的生态 老李在自己 农家乐的小院里 居然还开辟出菜地 自己搞起了生态建设 这边都是 刚刚收割了 种上的 对 菜已经拔完了 已经拔完了 你别说我走了 这么多地方的草原 很少有种菜的 可能是因为 平时气候不太适应吧 你这当时 这是弄得不错 这里面大盆 还有外面都种了 外面也种了 里面这个盆子里面 也种了 对对对 有多少亩 差不多两亩 两亩 两亩多少品种 七八种 七八种 它够你这个 木加勒自己用吗 差不多 差不多 现在木加勒 一般也就五个月的时间 对对 就开五个月 五个月到六个月 那这肯定 给你省下一笔钱了 大约有多少 两万块钱 两万多 那不错 自己种植蔬菜 除了能够节省成本 还能为来这里用餐的客人 提供最新鲜的食材 老李说 客人看重的是这里的生态 他就要把生态做到最好 因为生态是他的财富之源 在三千多米高海拔的地方 各种食材 基本可以做到自己自足 老李让我们刮目相看 那借助生态资源优势 老李究竟能有多少收益呢 养牛养羊能挣多少钱 青海省海燕县的李育邦 或许能告诉您一个 让您意外的数字 第一个月可能将近六十万 上一个将近三十万 这九十万了 已经卖了 再两个月 能卖一百五六十万 良好的生态 吸引来自全国各地 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 纯绿色无污染的食材 让游客愿意消费 乐意享用 每年仅仅四五个月的经营期 李育邦的收益居然就能达到 一百五十多万 良好的生态 回馈着足足辈辈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广袤肥美的草原 已经成为了大家 致富的平台 这里被人们誉为天堂草原 良好的生态环境 原始的草原风貌 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蓝天 白云香 快乐 整个人来到这边之后 我觉得心情都变得非常开阔 特别美丽 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 草原深处的快乐时光 明天带您走进 内蒙古 西林郭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